三氧鸡密毒 一是龙氧将脱温后的小鸡转制成鸡楼内饲养 其好处是可以充分利用空间 鸡不接触方便发便少 同时便于抓鸡 减轻饲养员的劳动强度 缺点是饲养时间较长的鸡群 应鸡反应比较大 鸡的胸部和腿部容易出现病变 二是放养 即早上将鸡放到室外 让鸡接受阳光的照射 接触土壤 同时可找食一些矿物质饲料和昆虫 中午和晚上将鸡赶回室内补喂饲料 这种方法的好处是 让鸡回归自然 鸡的肉质比较好 售价高